一個小工具就可以把所有行李箱都開啟了 還有這張貼紙都很重要 我都會教大家怎樣用 怎樣運用這條行李帶用到最好的充分的功能 大家好 我這條片主要是想分享如果在旅行途中行李不起自己視線範圍的時候 會有可能不見的 例如乘搭交通工具在運送行李的期間 住宿的地方 寄存行李的地方 這一類都是無人看管的情況 所以千萬不要把貴重物品放在行李裏面 我這次就選擇了在Service Apartment拍片和講解 大家不要覺得我正在拍攝相關的地方 因為這條片分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就是介紹住宿的時候有什麼防到安全要留意 所以上下部分都在同一個地方進行拍攝 敬請留意 我是左翁 我上一集分享了怎樣令到小偷在街上沒有機會偷你東西的心得 我今天就教大家 幾招 以後蓄門住宿 再不會遇到財物無故失蹤的情況 什麼叫做無故失蹤呢 因為 你出去玩 你明明貴重東西 擺在一個行李裏面 但回來之後 打開行李裏 不見了 但是行李裏沒有穿沒有爛 沒有人叫過 沒有人弄爛過 但是你又沒有證據 又沒有證明不了任何人偷你這件事 你去到警察局那裏 警察又幫不了你 你跟住宿的地方去交涉 他又覺得你都沒有證據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不見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會不見 但是真的不見了這件事 所以我這段片裏面 就演繹了很多東西給你聽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無故失蹤是為什麼 另外 我見到有些YouTuber 師兄在留言區裏面說 最近有很多YouTuber 在國外裏面 被人偷東西 我都是YouTuber一份子 我都不想我的師兄師姐 和廣大的市民領野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給 所有準備去玩 去公幹 去拍片的大家 我都是想為大家出一份力 我這個不是一個教學的影片 不要去模仿影響其他人 不可以有貪念的心 房間不見東西 在酒店 民宿 hostel guesthouse 常有聽聞 當發生了這件事 大家都會埋怨 就會說 酒店幫不了手啊 hostel 幫不了手啊 當地警方幫不了手啊 保險公司 更加幫不了手啊 因為全部都無證無具 當刻被人偷了東西的人 心情 是很無奈 好激動 好憤怒 唯有自己幫自己啦 現在 我就以陰謀論的方法 幫大家拆解 這個不解之謎 出去旅遊 你不開 鎖 這件事 門鎖 行李鎖 隔慢鎖 我們覺得 上了鎖 就很安心 其實 不一定的 好多東西 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發生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鎖 這個心得 可能看完這條片 你會顛覆了 對行李鎖頭的認知 再見 很多朋友啦 出去玩 回來之後 打開行李 明明我出去的時候 放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貴重東西 或者錢裡面 為什麼回到來不見了 那些人就想 是不是有人打開那個行李鎖 接著那個行李鎖 但你記住 現在的人偷東西 是不用用工具的 不用用這些 螺絲批 不用用鉗的 因為這是爆攝 用什麼呀 用小的工具 一個小工具 就可以開了你所有行李鎖 這個小工具 我即時開給你看 不用用技術的 開箱 不用30秒 開到三個行李鎖 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鎖頭 再用它行李本身的鎖 雙重保險 但是你要記住 密碼鎖 本身它是用三個 號碼組合的 好像這個 000 至999 好像你撞 好像000開始 001 002 003 被它撞到999 就開到你的行李鎖 有時快的人 15分鐘就開到你的行李鎖 有些慢的 半個小時 舉例 因為我現在這個 就是三個零 我撞中了 我一開 開了 然後 我在後面 用筆 撞下去 撞下去 然後我就是 潛 拿了東西 拿了東西 然後 拉回拉鍊 扣回拉鍋 調整你原本的密碼 你回到房間 你不覺得別人搞過你的行李鎖 根本又沒有爛又沒有損 遇到厲害的賊 那些人不用調整密碼 簡直是小工具 開了 把手拿去潛出來 也拿到這些東西 大家如果不想被人開行李鎖 我可以教大家 怎樣運用這條行李鎖 用到最好的充份功能 現在就教大家行李鎖怎麼用 這條行李鎖我們一定要教同行李鎖 大小差不多 不可以鬆 一定要緊 有虛位就沒有用的了 那我們 就一定要 所有地方穿 穿在手柄裏面 不要穿外面 穿在裏面 接著之後 就將這個 有鎖頭的位置 密碼 不可以向天 一定要 反轉 貼著行李鎖裏面 這個位 一定要擺起 鎖的位置 最底的部分 扣越緊越好 扣了 為什麼教大家 要扣這個位置 第一 因為它有四個鎖 阻礙 那個人 想控制它看的時候 你是被鎖的視線遮住 還有大家是想反轉它 想看它的密碼 根本是反轉不到的 你看 因為它被後面的行李鎖 頂住 它是頂住 你是反轉不到 如果它硬反 沒問題 很多的罪證 弄壞了行李鎖 或者弄壞了鎖頭 這些證據 就留在這裡 它絕對不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方法 是最好的 為什麼要擺起這個位置 鎖頭 因為 它 開鎖的時間 被鎖子 阻礙著視線 另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反的時間 容易反 下面 一反就反到 下面這裡 我剛剛反 反來反反不到 被它頂住了 被很多東西頂住了 所以這裡 又沒有任何的鎖子 視線很清楚 它很容易就開到這個鎖 市面上的行李帶 大部分都扶設密碼鎖 數字轉盤旁的 垃圾越闊 代表這條 行李帶開鎖的時間越快 相反 垃圾越窄 就用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為什麼 片中提及到 這個密碼位置 要反轉擺 可以沒那麼容易 被人看到 好像這個 行李帶扣的圖片 數字旁邊的 垃圾 你會看到有個缺點 好像 我預設了密碼為 123 數字轉盤旁 一字位置旁邊有一個洞 就代表我預設了的密碼位置 二字位置旁邊 都有一個洞 如果將三個洞 串成一條直線 這個密碼鎖 就能夠打開 如果數字旁邊沒有洞 就代表密碼不對 所以密碼鎖的目的 只是想增加 賊人偷東西的難度 就不是百分之百保證安全 但是你說 那些人 一定會開到這個行李箱 我可以教大家方法 你就在這個鎖頭 這個位置 裏面 再加多一個 扣 扣下去 那 它縱使開到密碼 它都脫不了 它都脫不了 所以 你的行李箱 根本它是沒有辦法 跟你打開的 是打開不了那個行李箱的 這裡有個萬字夾 有個打火機 你燒紅這個萬字夾 但是你記住 不要就這樣拿 拿著紙巾包住 不是全熱的 你一直燒燒燒燒到好興 然後 將這個扣 兩邊的其中一邊 燒下去 一直燒一邊燒 融融融融 轉圈 轉圈 這樣燒 可能中間要再點火 要加熱 又再繼續 點 整整整整整 然後它要有個圈出來 如果有電轉 一轉就最方便 我弄完之後 你一個洞 一般 就是這樣扣 扣住之後 你就出現有個位 如果安心的話 你可以兩邊都轉 就將鎖頭扣住 你就動不了 所以你看 很緊的 根本 你推的時候 方便又不會刮到 所以這個也是我教大家的方法 其實我剛剛教大家這麼多 搞這麼多要做什麼 其實大家想到 拿把剪刀 拿把剪鉗 一剪 你開了 你拿走所有東西 但是 你一這樣剪 即是說有證據被人留下了 你有證據的話 警方 和住宿的地方 都要跟你跟進 所以 絕對不會這樣的 偷東西和爆炸是兩樣東西 放在這個位 開擊的時候 會不會很麻煩呢 如果你說 三四個朋友出去玩的 你不是叫朋友 開著電筒 照著這個位 你慢慢扭 是辛苦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個人的話 你反過來想 做這個賊的 他是取而不取難的 你想你好好保存你的東西 扔這些東西 回到房間後不見了 所以 一個人開是開到的 但是就辛苦一點 總比被人偷東西 如果大家 不想被人 潛東西的偷東西方法 我可以教大家怎樣 好像我現在打個行李箱給你看 那你一定要用什麼呢 用比較 硬正的物料 就像布織袋那樣 因為 你用布織袋 包緊所有東西 放在裡面 當那個人 伸手 進去潛的時候 根本是拿不到要拿的東西 因為他全部被東西包住了 被一個大的布織袋包住了 所以他想拿也拿不到 就算了就走了 不會再浪費時間在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 或者買些貼紙 就這些貼紙 請勿自行拆封 即是不可以打開 然後你貼了之後出去玩 但是 離開房間之前 拿個電話 拍張照 知道你什麼時間 我已經貼了所有東西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真的有人入你房間 真的開過你的行李箱 因為你開你的行李箱 他要撕貼紙 因為重視你開了 一邊貼的貼紙 開不了行李箱 他必須要 撕開你的貼紙 但是你要記住 撕開了 他是有撕開過痕跡的 他是貼不得回去的 你看看 他是貼不得回去的 所以 偷你東西的人 撕了第一張 他知道自己糟糕了 這一張 他就不會再撕了 所以 起碼到時候有證據 我出去的時候 電話拍照 我是沒有撕過貼紙的 為什麼我回來 這個位置 會被撕掉 是不是有證據 你跟任何人說的時候 起碼都要在談 這個行李箱 用筆打開 你就會看到 為什麼這麼容易開 因為 這種行李箱 拉鍊是單浸的 我之前介紹的 下面都有拉鍊 這個只有上面有拉鍊 這是最普通的 所以 這些人用筆 一撕完 拉回它 神不知 就鬼不覺了 我縱使 被撞中了 我要打開 接著 我看到拉鍊 拿筆 去撕它 咦 為什麼撕不到 因為這條拉鍊 是防盜拉鍊 是兩層的 所以 你會見到 他縱使撞中密碼 都是開不了的 撕到這個防盜拉鍊 以免外面的人看到我們在做什麼 你要撕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 你是很緊張的 是做不到的 那證明什麼呢 證明 他